为了帮助身心障碍朋友能够更便利的申请辅居服务 新北市政府设置的第二间辅居中心 新田中心正式开幕 由新北市长侯永宇亲自主持启用仪式 他表示新北市服务员辽阔 新田辅居中心的加入将为临近区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在北端我们有一个如桌的辅居资源中心 在南端今天就是正式成立 新田的辅居资源中心 这两个资源中心最重要是用公办公益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身心障碍好朋友们 侯永宜也亲自体验辅居的操作与使用 他指出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人口有17万4千多人 位居全国之冠 每年申请辅居服务多达4万7千人次 补助金额高达1亿8千万元 为了扩大服务市民 新北市还推动辅居超运速政策 目前共与1,206家特约厂商合作 尤其在前段时间 我们开发跟特约厂商 有1,200家用超运速的辅助方式 只要身心障碍好朋友到这些厂商的店里面去找到适当的辅助 那所有的带入款 厂商会来连做带入款 新店辅居中心位于捷运新店区公所站旁 一楼还创新规划了辅居HITO展示区 中心服务对象为涉及或是居住在新北市的民众 服务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 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电卡2912-1911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